大家好我是Ben 歡迎來到SuperMoto8的頻道 今天我們要介紹就是在我身旁凱旋 非常帥的車 我們來講講它的歷史 其實大概在前年的時候 他們就打造一個中量級 然後主打比較親民價位的車款 那這個車款就是Trident 660 後來因為他們在全球小輛賣的非常好 所以他們進而推出鳥車版本Tiger Sport 那同個架構我覺得非常成熟 之後他們終於推出 我覺得喜歡熱血造型 有點跑車風格的人 所喜歡的就是在我身旁的 今天的Daytona 660 雖然它是採用660的架構 但是我必須說它在很多細節部分 都針對當初Daytona的精神做調整 這一次他們特別強調 它肚內的一些科技 比起之前的Trident做了蠻大的進化 壓榨出它更好的動力 首先在進氣部分 他們採用獨立的三個節流法 讓它進氣更加有效率 同時在空力部分也加大 讓它進氣的效率提升到新的層次 然後再來三缸引擎部分 不論是曲軸活塞 氣缸蓋以及冷卻系統 它都進行的升級 另外在排氣部分 它也特別把它的排氣管 拉到側側的下面 然後針對內部的音量跟隔板做調整優化 讓它更有這種跑車的動感的感覺 同時它也配備滑動離合器 然後你可以透過選配來擁有進退檔快排 綜合以上它換來了跟過去660 Trident 660完全不同的動力表現 它的動力來到了95匹 那據他們官方有說 在全原廠台灣驗過法規之後 現在的同等級裡面 它的動力是最大的 因為你看如果以台本的CBR 它如果是台本的規格是70幾匹 那如果你以R7 R7也是70幾匹 所以現在在同等級裡面 它真的是原廠就擁有90幾匹的動力 是不需要做任何去解或改 再來在轉速域的部分 也是他們強調 他們要特別提到 他們家的這顆三缸 從最早我們認識675 到後來我自己非常喜歡的765RS 那它這顆引擎 不論是高轉的延伸性 非常優異之外 它在低轉的扭力 也保持的非常好 官方數據從3000轉到11750轉 基本上到紅線區 它都可以保持非常平原的一個扭力輸出 確保你大部分騎乘這輛車 開啟油門都可以讓扭力 隨時保持在80%左右的標準 綜合以上 我覺得這一次凱旋真的很用心 調教一台 雖然它的底是660的底 但是它想要創造出 Deytona過去給人的那個 非常有Race感覺的一個印象給大家 回到外觀的部分 它就傳承了過去Deytona給人的那種 有點斯文又有點Race的印象 坦白說如果你真的要跟那種 日本車廠的那種真正的Race跑車 做比拼的話 還是可以看出 他們在斯文這邊的琢磨 比起其他車家車廠再多了一些 你可以看到它雖然是一個雙燈 然後拉的一個扁長的車燈造型 但是它依然在很多的折角部分 是修的非常的簡約 也非常的優雅 你看側面 側面並沒有大型的樓空 或者是空力套件 它就直接修了一個 非常優雅的造型下來 然後這邊則是貼上Deytona 660的貼紙的字樣 整個看起來就有點像是 之前的我們早期對於跑車的 那種流線印象 你細看它在前面的部分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翼片 還特別摳上了這個卡蹦壓紋 來增加它的質感 而且我覺得不僅僅如此 即使你看我現在這麼近的 來看這個整個車頭 凱旋厲害的點就是 他們在這個車子組合起來的 那個精緻度 真的達到很高的標準 你看這個接縫 你看這個車燈的接縫 非常非常的精緻 在上面則是一個跑車 常有的一個高風鏡的感覺 然後中央還有一個 充氣孔造型的一個試蓋 另外這是我個人很喜歡的點 就是你看看它的定位燈倒 它在中間特別有一個小翅膀 往外延伸 然後它是一個定位燈倒 再來最特殊的點就是 它是採單燈的形式 那據他們官方有說 他們從過去到現在的Daitona 都是採用這種單燈 就是如果你點亮定燈 它只亮單邊 然後你打遠燈的時候 它是另外一邊亮起的設定制 那我不知道 現在好像後期大部分的跑車 雙燈都是雙燈亮 但是我們早期在玩跑車的時候 或者是玩一些熱血車款 是雙燈的 大部分都亮單邊 我不知道可能有點復古吧 現在我反而看到那種亮單燈的 有一種復古的味道 我覺得蠻帥 而且很有熱血的感覺 再來看到車側的部分 來到後面 騎士的面向的部分 他們就多了很多肌肉跟層次的紋臉 你可以看到這些金屬的切削 一塊一塊 然後還做了大量的鏤空 除了讓熱氣有效的 可以從這邊排出來之外 我覺得在整個輕盈感 從這車面可以完整的呈現出來 那坦白說這車本身 在車頭就做的不是特寬 但是從這邊看出去 又不會讓你覺得有一點無聊的感覺 坦白說他在車頭的部分做的是非常的收窄 那加入了這些鏤空元件之後 讓他這邊的層次變得比較多 不會看起來這麼的無趣 而且你看他在這邊的膠殼部分 也做出一些打凹線的一些造型設計 你看凱旋的質感真的沒話講 你看他這個是膠殼 他烤上霧面的烤漆完全看不出來 你遠看你以為這是一個金屬的噴砂 對不對 完全是看不出來 而且你看你對比這個引擎的車蓋 這是金屬的 這是烤漆的 是不是質感非常的接近 質感非常接近 我覺得這就是凱旋厲害的點 包括腳踏的部分 常常我們看到比如說像我自己的R3 或者是忍者400 這種等級的產品 通常在腳踏這邊可能處理的都會很粗糙 我們才去瓦人西亞試他們家的400車系 那時候我在仔細看他腳踏 到現在的600 我覺得他們的品質都達到一樣非常高的標準 再來來到車尾的部分 我必須說他們好像也聽到大家的心聲 應該說在Trader 660當時很多人覺得他的蝶型很創新 但是看久之後你會覺得他好像少了點什麼 他沒有很多很肌肉的紋理 太過的優雅了 但是我覺得今天來到全新的Daytona上面 他把大家的聲音聽進去了 然後在整個車屁股的部分 雖然他依然是Trader 660那個形象 在尾燈的部分依然是一個直立式尾燈 但是他在兩側做出了一些肌肉的線條 來搭配他整個車側的感覺 你看他兩側就延伸出來 讓他整個疊型更往外面髒一點 然後這旁邊好像有捏出一個動感俐落的造型 透過這樣子的組合之後 我覺得他整個車尾 如果你改了一個短排架 他會看起來更有跑車的感覺 當然你看他在後面的部分 還有一個非常俐落的下土組 然後他後面是配一個180的胎寬 所以他組起來在後面 如果真的改一個短排架 或者是改一個避震器 讓車位再高一點 那我覺得跟在他後面 真的就很有一個純中跑車的感受 他的座高非常貼近 跑車人會喜歡的高座高 他的座高是810mm 81公分 然後你看以我身高 雙腳可以平踏地面 所以我認為這台車其實也不是女生不能騎乘的車 因為他的重量也只有200公斤左右 我個人認為大概在170左右的騎士 都可以很輕鬆的駕馭這台車 再來他的騎士三角不同一 Try the 660 你看他的騎士三角其實是有點往前傾的 但是這個往前傾 並不像是純中跑車那種更低趴的感覺 他只有微微的往前傾 除了讓人追焦 我自己覺得這種仿賽就是追加要好看 往前傾一點 追焦拍起來怎麼樣拍都好看 之外又不會讓你的重心過度往前 然後會有這種撐龍頭 然後騎乘比較累的情況發生 如果你的身高是更矮的 可能165左右的人 他還有選配的低的版本的椅墊 可以透過選配來降低你的車高 在手把部分 他則是採用這種類似跑車的分離式手把 然後中間的儀表 只是中間的儀表 他的設定比較像是他們家 Tiger Sport的整個底板 那我覺得厲害的 從過去他們660推出之後 我覺得厲害的點就是 他們重新塑造了一個 入門級的車款的質感 所以你看到這顆儀表 即使他現在裝上跟Tiger Sport一樣的儀表 但是他在這邊的鏡面烤漆 還有這玻璃的壓紋 其實都有刻意的營造出 他整個質感的感受 再來在騎跑車 大家最在意的就是轉速表的部分 他直接把轉速表做在上面 採用一個環形的轉速表 而且這表你看 直接刻到14000轉 另外在功能選項的部分 他中央依然保留了一個 大面積的液晶儀表 讓你來做車輛的連接 跟功能切換 再來進到他鍍內的部分 這台車基本上 ABS TCS這些都配給你 除此之外 他還在動力模式上面 給了你三種 過去在Traden部分 只有公路以及雨天 但是他這一次 因為他是一個動感的設定 所以他多了一個Sport 讓你做選擇 除此之外 他還內建了 這個可以跟你手機連接的 買Traden然後可以執行 手機上面執行儀表上面的 Turn by Turn的功能 然後再來 我覺得他們在儀表控制部分 就非常的貼心 你看在手把部分 他則是直接採一個十字鍵 讓你很清楚的快速 知道怎麼樣操作 然後這邊是一個確認鍵 然後在模式選擇 也在下面有一個 快速確認的一個模式選擇鍵 按了之後就可以進行 公路Sport以及雨天 快速的切換 油箱造型部分 他還特別消除了一個 非常俐落的腿型 讓你在夾持部分比較輕鬆 但是如果以我身高 我覺得比較可惜 就是他在這邊的部分 還是有一個高低差 所以我夾持的時候 這邊膝蓋會有一個 高低差的縫隙 讓我感受到 但是他們其實也很努力 因為他們在這邊 還特別做出一個膠殼 盡量讓他這個側面的 膝蓋的接觸面 做的比較平整 但我個人認為如果你要在道路 或賽道上面騎乘比較舒適 我建議你可以貼一個油箱貼 然後現在應該大部分 很多的定制油箱貼 都會在下面別的區域 比如說車架或車殼的部分 也會有油箱貼的位置 所以讓你貼好之後 我相信在夾持部分 就會提升不少 椅墊的部分 他這個中間雖然削的比較窄 但是他在這邊 其實坐著馬鞍造型 還是比較偏寬的 所以在我剛剛下去 稍微繞了一下 我可以感受到 他這個椅墊雖然是跑車設定 但是他在腿 在臀部的舒適度 還是有顧及到 後座還是採用一個跑車 有一點微微的高低差的 後座設定制 但我覺得整體而言 他這個騎乘感覺 騎乘乘坐的舒適度 是非常舒服的 我們講講他的規格配備的部分 雖然他就是Traden 660的架構 但是他們在一些配備 還是往跑車 往仿賽那邊再推了一點點 首先他們在前面懸吊部分 搭載的是 SHOWA SFBP 41-星的倒立式前叉 然後前面行程是110mm 在後面則是一個中置的避震器 但是它是一個階梯是可以調整 但是阻尼不可以調整的 中置避震器一樣是SHOWA的 行程則是130mm 那基本上這兩個行程 就是一個非常標準的 一個跑車的行程 另外在前面自動的部分 則是310的雙碟 配上摳上他們家LOGO的 一個雙輻射式卡鉗 我們剛剛下去繞一下 我覺得在沒有完全樂開的情況底下 這輻射式卡鉗的自動力道 算是蠻優異的 後面搖臂的部分 他也跟Traden採用不同的設計 採用一個左右不對稱的 搖臂設定技能 我覺得在右邊的部分 至少他產出了一個比較帥氣 看起來有點動感 然後有點海鷗造型的搖臂設定 因為今天天氣的關係 所以我們只是短暫的在附近 帶大家繞了一下 我先稍微講一下他的感覺 我覺得就跟過去Traden 給我的感覺非常雷同 他的阻力比較偏重 可以傳達出很濃厚的大車感 他們好像特別要強調 在這個等級裡面 他們的運作是非常有質感的 除此之外呢 他的腳踏感 這是我過去騎凱旋的車 最喜歡的點 回到這種中量級 他那個腳踏感打下去 進退檔被吸住的那種滑進去的感覺 真的很迷人 我告訴你們 如果是凱旋車主 你就能夠體會我講的 那如果你不是 那我建議你可以去他們經銷商 實際去踩踏他們的進退檔 可以感受一下 那當然透過他們的整個騎乘 騎乘改變之後 跟Traden的整個騎乘感不一樣 車輛的重心更加往前 你可以感受到 你變得比較趴一點 然後你的視野會因為 比較趴的關係 降低了一些 整個重心再稍微往前一點 比較可惜的就是 今天我試的這個山路是有點小條的 所以當你的重心往前趴之後 你會覺得整個自由度 好像沒有來的 Traden來的舒服 但是我相信他這個設定 對應到高速的彎腳 也或者是進到賽道 他能夠帶給騎士的安心感 跟穩定度會大幅的提升 再加上我今天雖然這邊山路很小 但中間有一段小小指導 我試了一下他轉速 我跟你講真的舒服 那時候Traden我就覺得 他每一樣都很好 但是可惜就是 他轉速率設定的太少了 但現在他把轉速還給你來到了一萬兩千多轉 那我就可以感受到 我可以一路灌油門 然後讓他轉速往上表 他彷彿又給我765RS 非常迷人的寬廣的轉速率 低轉有力 高轉延伸性又非常好 對於整個騎車的包容性是非常巨大的 好所以總而言之 這台車就是 我覺得看起來仿賽的外型 很有那種跑格的感受 但是他骨子裡任何的操作 你都可以感受到 他凱旋的細膩的調整的收入 是一輛如果你想要下載到熱鞋 可以騎乘的車 你一般通勤的時候 你想要騎乘也會非常舒服的一輛車 最後他們官方開出來這一次售價車 是42萬8千元 如果你要對標現在的產品 你要買到英國品牌 英國品牌的細膩度 那我覺得這個價位看起來是非常合理的價位 在原色的部分 他們總共有三個車色 在我右手邊的這個亮面的白色 還有在背板上面那個亮面的紅色 還有左手邊這個霧面的黑色 坦白說他是有點深灰色的感覺 那我個人最喜歡 最兇的我覺得是這個霧黑色的版本 那白色就很有凱旋那種雅致的感受 好再來我特別提到 他們原廠也配備了30件的一個原廠精品 我講一下我個人覺得最喜歡的點 就是他有一個擔作感 如果你想要真正呈現那種仿賽跑車旅跑的感覺 那這個單座感感上去之後 就很有那個跑格的感受 再來他們這邊有一個防導感 而且很有趣 他這防導感看起來是有點小翼片的造型 因為你看現在常常那個防導感 跟小翼片的界線越來越模糊了 你裝了小翼片之後倒了剛好撐住 他就是防導感 那你裝了防導感之後 他造型如果修的很流線 是不是就翼片 他們這個防導球 就特別做出了一個小翼片的造型 所以改上去應該就會非常的帥氣 當然我覺得最後就是他的快排的部分 因為我們過去已經試過 他們家Traden這個系列的快排 真的進退檔的準度非常好 而且他配合他非常舒服的腳感 這個我覺得是必選的配備之一 好以上就是針對今天凱旋 Daytona 660做的一個介紹 那之後我們可能還會再借出來 做比較完整的試駕 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真正騎乘的感覺 其實我還蠻想大家去賽道 騎騎看看好不好 有機會的話 官方也提到 如果你現在訂車的話 他的交車時間大概在7月的時候 就會把車輛交給大家的手上 那如果你在現在就想要了解 這輛車到底他騎起來 怎麼樣的感覺呢 他接下來會在各個經銷商據點 做一個試駕的活動 大家可以關注安東他們 凱旋他們官方的網站 以上就是針對今天的Daytona 660做的一個介紹 記得所有的我們SUPERMOTOR AI頻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測試駕駛的 asked 遠足